大家好,我是Dan BlackPink Lisa成立了个人经纪公司Loud Lisa在8号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站宣布 我想介绍一个能展现我对音乐和娱乐愿景的平台Loud 请大家一起加入这个跨越新界线的激动人心的旅程 根据官网信息,Loud是一家艺人管理公司 目前只有Lisa一个人说说 而Lisa成立个人公司的消息 马上就登上推特全球趋势的一位等 收到了全世界粉丝们的关注 先前,钱也为了个人活动成立了经纪公司Otter Atelier 而技术也将通过新成立的经纪公司进行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哇,考虑到BlackPink的成交和所赚取的收入 他们各自成立个人公司是有道理的 每位成员都有鲜明的个性风格 而且作为个人也各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确实非常了不起 照片里的CEO气场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太酷了 原本以为他会加入美国的经纪公司 没想到直接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真的很疯狂 但既然是Lisa 这样的举动也在情理之中 但还是有点惊讶 考虑到公司位于纽约 看来它是计划进行全球性的活动 BlackPink的每个成员都非常有影响力 以至于YG以及不足以容纳他们全部 考虑到BlackPink在海外拥有坚固的粉丝区 成员们各自成立个人公司 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他们即使单独活动应该也会非常成功 而且他们自己是老板 所以可以不看公司的颜色 就可以调整日程进行团体活动 看来今年Lisa、Jenny、鲁杰都可能会发行个人专机 而激素则会出现在电影和电视剧中 对Pink来说真是大获全胜的宴会 如果他们各自忙于个人活动 然后在下半年作为团体回归并开始巡回 那真的会是传奇 希望Lisa能更大方 也希望能早日听到鲁杰的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消失的Winter 2020年出道后 相继发表BlackMama、Nestria、Versibigi、Drama等名副其实成为四代一线女团的Aespa 将在2月14号公开关于他们的纪录片 Aespa My First Page 但是在SN娱乐公开电影海报周边商品后 马上就引起了粉丝们的愤怒 粉丝们发现到 在SN公开的印有Aespa成员们签名的明星片上 竟然只出现了三位成员 云特消失了 其实看原版照片的话 云特不是消失而是被成员给挡住了 这反而更让人上火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是疯了 太不尊重云特了 云特粉丝们肯定会伤心的 就算是没有检查而且只有一个人完成 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难道连1234这样基本的数字都不会数吗 不是又不是像隔壁国家的AKB48那样 有很多成员 只有四个成员还出现这样的问题 该怎么办呢 从事与爱豆相关的工作 不应该要了解会令粉丝们生气的事情吗 我家爱豆也曾被忽略过 所以真的很生气 希望SN娱乐能考虑到粉丝们的感受 对照片进行修改 所以为了粉丝们 我准备了一下 我乖吗 暗 啊!